这应该是跨县的路障 那边有人在盘查 这边都没有人查 到了 这个叫卤奶 卤奶有两个鸭子比较出名 一个就是烧鸭 一个是琵琶鸭 我去打包半只烧鸭 我后头这间就是特有名的一间店 终于可以戴我的新口罩了 买了一直没舍得戴 就等了这一天呢 看这张写的什么 一打一秒 帅 是要排队的 老板这间店铺很大 请了很多的外劳 专门踢鸭鸭子 这还没有开放 汤匙肯定是 半只烧鸭 现在就剩俩人了 你看他们还有烧鸡 还有烧肉 多少钱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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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店这么多年 我好几年没来了 居然没涨钱 这小绿川真漂亮 小皮卡 这应该是陵墓的 以前这一只鸭子是卖35 半只鸭子是17 现在半只鸭子还是17 我给这个鸭子也消消毒 添点酒精 这个烧鸭特别好吃 味道特别像北京的北京烤鸭 头些日子 中国人的群里有人卖烤鸭 70块钱一套 我老婆就定了一次 我一吃就吃出来了 我说这不是烤鸭 我说这就是烧鸭 中国人多亏作买 这边零售是35块钱一只 他给你一小袋甜面酱 再几张薄饼 这只鸭子瞬间卖75 哈哈哈哈 有意思吧 时间上早啊 好不容易出来了 去宜家溜达一圈的 因为宜家也在岛外的 岛上没有宜家 去转转 高速公路上有个卡子 所以这有点堵车 有卡子就比没卡子像 你看这还有人 刚才那个小恰伯应该是跨线的 那种没人 照警察 那就看看 可能看看你几个人啊 或者怎么着啊 今天 今天 刚才 几个人 几个人 我回来 你回来 哎呀 where you go? China China OK Thank you 你看看我就喜欢这样的警察 负责 这一路让我被多查几遍 我也心甘情愿 这事说明什么 你没事别瞎跑 这个路障还是管用的 你看我这蹦单词吧 我想了半天打疫苗怎么念 YKUSNATION YKUSNATION 对吧 然后想说刚刚打了又不会说只能蹦住一个JUST 但是人一看没问题 这个是一条尽道的路障啊 看看这些警察都在棚子里 外边一个人都没有 我没有去一家我还是选择了上一桥 直接回家了 刚才事实证明啊 马来西亚也有像我这样曾经负责任的警察 所以啊 我也不能没事找事 按照正常来说啊 我应该是注射完疫苗14天以后 才可以跨县 也就是说去一家 我现在是刚刚打完疫苗 而且很明显我不合理走二桥 我们家住岛上面 我走一桥去打针 打完针我去打包 烧鸭 这个是顺度 这个是合理的 那我如果绕到 岛下面 去一家 然后从二桥进岛的话 如果那边有一个很负责任的警察盘查的话 这事儿我就说不清楚了 所以 还是应该遵纪守反 踏踏实实上一桥 回家 过半个月 再去一家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买的东西 这个咱们也算是为马来西亚抗议做出贡献 没事别给马来西亚人民添堵 我前天晚上刮大风 那风刮的都带哨 一下我都醒了 醒了我就 下楼看了看 看了看 棚子我怕给他刮倒了 我看那棚子没什么事 一会儿那大雨就下来了 我就上楼我就睡着了 睡着了就开始做梦 这个前头就是我停船的那个政府码头 做梦不停的做梦 哎呦一会儿什么烂绳断了吧 把那个 船吹了吧被风吹上来了 一下我就醒了 说这要是有条船你得多操心 挖大风你也操心 下大雨你还得操心 我已经上岛了 上岛了就算到家了 晚上给我闺女做烧鸭饭 今天总共过了四个路障 其中两个路障没有人 两个路障呢都是有警察的 还遭到了一次盘查 从体来说还不错 马来西亚继续加油吧 槟城也要继续加油 再见 再见 走了 再见 谢谢观看